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吳文苑 今天在YouTube看到我們這段短片的朋友 相信都是自己人 都是會撐五區公投 在5月16日那一天 你們都會出來投票的 但我們現在面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香港是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數的市民 他們可能的心裏是支持有民主 支持有普選的 但是他們就是一直都沒有一個投票的意欲 而他們亦都覺得政治是太複雜 不是很關他們的事 所以在5月16日那一天 他們可能會覺得是有其他事情做 沒有空所以不出來投票 我在這裏就是想呼籲各位 可以希望在未來一個月不足的時間裏 和你們身邊親戚朋友同事聊天 告訴他們 提醒他們 5月16日這次投票是有多重要 你們可以過來我們寫民連街站 或者過來我們總部 拿回我們這本《紅書仔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是寫得很好的 這本小冊子是很簡單地 將我們民生的議題 和我們香港的普選和功能組別 很緊緊地掛勾 這些裡面有很多例子 很簡單地可以告訴我們香港市民 為什麼我們功能組別一定要廢除 你們未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我和你簡單舉一個例子 這裡講《為弱勢起義》 裡面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立法會辯論有一項是成立基金 應付人口老化和扶貧需要 這個很簡單 一個扶貧很簡單的動議辯論 直選地區議員的17票贊成 大部分贊成通過 但功能組別都有11票贊成 但最不該的就是 有15個都不是反對票 他們是棄權票 不來投票 那就搞定 整個動議辯論是辯論的 一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 都可以遭投決 一個扶貧的動議辯論 都會是因為有15個功能組別 因為不開會 因為選擇不投票 那就被投票 好像這些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可以和你身邊的朋友解釋 講一下的話 真是明白事理 心水清的人 一看就知道 這個制度是有多麼不公義 然後你再把這些不公義 拉回他們日常生活面對的問題 例如 為何那些子女不在業又失業 找不到工作 又或者為何那些子女要喊貴學費 還多少都還不願 還不願意學費 又說為何那些年青人 儲極錢 都儲不夠錢 去上車賣樓 安居樂業 又或者是那些中產的市民 他們是有一份工作 但是過去那十幾年來 他們經常都是面對一件事 時時刻刻害怕 被人裁員 因為整個經濟 香港整個經濟架構 已經被大裁員 在很多層次上都壟斷了 搞得我們大部份 香港普羅大眾市民 天天天天只顧著 賺錢賺錢賺錢 但賺錢都好像不夠錢 變成我們現在香港新一代 是有很多有理想 有抱負的年青人 但他們找不到出路 想不到出路 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 才會變成我們現在 有很多什麼習慣 有很多傷失青年 就是這樣 我在街站那裡的經驗 憑經驗說 不用說太多政治的事情 不用說太多政黨鬥爭 什麼保皇派 泛民派 他們的辯論 他們的爭拗 說這些事情 給普羅大眾市民聽 他們會覺得悶 他們會覺得嫌 但要說一些實實際際 就是關乎他們日常生活的事情 然後你再把他們的問題 再串連回去 歸根舊底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 是沒有一個 由我們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 還有是有一個立法會 變相是一個橡皮圖章 15個功能組別議員 就可以操控我們香港人的生死 說回這些 提醒他們 今次5月16日 是一個很難得 也是一個簡單的機會 讓他們下街投票 解釋給他們 把這本小紅書給他們 提醒他們 5月16日 逛街吃飯看電影之前 記得出來投票 我今天在這裏 再想呼籲各位朋友 我們接下來寫問題 現在是好權而供 接下來這四個星期 我們將會密集式地 在全港各地擺街集 真的不夠人 而且就算是 單單在5月16日 我們都需要 起碼每個票站 有兩位義工 站在這裏幫忙 宣傳 拉票 全香港有四百多個票站 加起來 我們5月16日 只有一天 我們都起碼需要 有千人 一千多個義工 實實在在 在這裏幫忙 所以在這裏懇設地 呼籲各位 登記了的義工 或未登記的朋友 記得 幫幫手 出來 盡一分補 因為 我們這場是很艱難的章 真的很需要各位的血汗 去幫幫手 另外我再想呼籲一次 長毛都說到口都臭 就是說 我們寫文年現在很缺錢 我們一寫文年 只是宣傳單張 只拖著街數 未找的數 都已經百多萬 我們現在真的沒有錢乾堂 接著我們接下來的預算 整個選舉的經費 我們起碼還欠二百萬現金 我們才夠蓋這條數 所以各位朋友 希望你們出力的就出力 真的沒空的話 都幫幫手宣傳 幫手去籌錢 幫手去支持我們的選舉經費 因為 今時今日為止 我們現在想到 拋爆頭 我們都還想不到 怎樣去填我們 這二百萬選舉經費 你要錄 但這些 是我們必要做的事 我們一定要做 所以各位朋友 廣東無遺 記住 抄票 人力 選票 記住 五一六一定要出來投票 請問 我們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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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